從目擊者提供的片段看到 巴士燒得火光紅紅 整個巴士都陷入火海 期間還發生輕微爆炸 目擊者說十幾分鐘後 消防員趕到 拖喉不斷向巴士射水罐救 新華社報道 事發在清晨六點 巴士車尾首先著火 當時車上只有司機和票務員 司機嘗試用滅火筒救火 但不成功 巴士陷入火海 濃煙升到半空 6點多一點 我睡著睡著就聽著兩聲笨笨 我就起來看一眼 我就看見司機正在爆炸 有目擊者說 長火夠熄了之後 巴士燒剩剩框架 最後8點多的時候 就有拖車拖走 巴士被拖走之後 地下仍然有大量玻璃碎片 在北京城的南邊 近天壇公園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 竹志欣不斷 跟駐北京記者竹志欣談談 竹志欣 剛才我們見到巴士燒了之後 現場留下很多玻璃碎 現在清理了沒有 還有下班繁忙時間 那邊交通有沒有受到影響 是啊 好啊 在現場這裡仍然還有少量玻璃碎片 不過我們也都見到 其實對於現在巴士燒交通 就不是太大影響 其實見到自發現場隔壁那棵樹 有部份位置都已經燒焦了 同時間也都見到有些樹 已經是沒有了樹葉 根據當局的初步調查 就認為今次的事件 起火原因 純屬是意外 就是因為車尾那個天然氣候 就是著火 其實隨著國慶的臨近 大家都很擔心北京的安保工作 其實北京現時的安保措施 是遠遠超過去年北京奧運的水平 當局也派人在二千幾個主要路口 24小時檢查所有進入北京的車輛 也都逐一檢查 司機的身份和物品 又是一些重點地區 例如千安門廣場一帝 部署更加多的特警和武警去到巡邏 摺查一些可疑的人士 現時已經有98萬的特警、保安員和志願者 來參與 說回今次的60週年國慶的安保工作 其實比起去年北京奧運 50萬人的人數足足多了一倍 在這裏的報道是否 先將時間交給香港的新聞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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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